大家好 我是今次製作4C編舞 潘振豪 今次是一個長編作品 亦是我首個長編作品 大家都知我背景是氣球學院畢業 但我今次選擇創作的形式是編舞 因為我覺得一個表演形式沒有空間 人和各個東西的配合 其實它的想像空間是很寬 所以它在表達我想說的東西之外 其實我很喜歡劇場的魅力 觀眾如何將自己和我的作品連結 再填滿 我發現作品我會投放一些我形容為dramatic moment 我感覺到畫面上的一些張力 是蠻刻意有這些處理 讓觀眾感受 我在編舞手法上 我通常都會希望舞者進入我的世界 或者我給一些材料或情景 創作一些身體語言 為何我會這樣做呢 首先我覺得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 其實沒有人的思想可以完全是100%同和synchronize 但只要我講出一個命題 假設紅色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當我有一個命題給他們發展時 其實我也觀察到原來你可以有這樣的看法 其實也有一種互相刺激 因為我本人有一個看法 但我有10個舞蹈員 其實他們是豐富了我對一個命題的看法 所以我很喜歡跟舞蹈員一起發掘動作 或者找很多不同的一種過程 同時我覺得他們的身體去執行 他們正在走的想像 一定是來得我給動作 你跟著我的想像 來得直接和來得真誠 所以對我來說 用哪個動作都不要緊 只要那個動作是connect 連繫 有真誠 其實我便會選擇 而且我自己都覺得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同 但我們向著同一個目標去做 其實那件事都是很美和很不簡單 亦都回應我之前所說 就是這種每個人都不同 但又是一個共同的方式 其實那件事對我來說 就是一種叫做dynamic 或者層次 其實我之前的作品是有after before 今次是4C 所以這個作品其實對我來說 是有一種對將來的盼望 大家看這個作品 我期望大家在一個鐘頭 多一點的時間 可以經歷到 究竟我們這一群表演者 對演出當下的感受 慢慢推到對未來的一種感覺 所以其實整個作品 我想我希望觀眾看完之後 會為大家帶來一些 少少生活的動力 或者找回一種 究竟我們面對困難之後 或者我們面對困難 我們究竟可以有些甚麼 拿得住讓我們繼續走下去 我想這個作品其中一個命題 都是這件事 所以約定你 3月10號11號 柴灣 Wild Theatre 晚上8點見